各位朋友你知道全球放眼全世界最知名的预言家是谁呢 画面东西在我旁边这位我们看到的就是盲眼龙婆 他留下关于2020我们这一年的八个预言 5月才刚刚开始居然已经有三个命中了 来我们请导播带来看看这一张图卡 这个是盲眼龙婆生前留下了超过5000个预言 一直每一年每一年都留下相关的预言 一直到5079年地球还在吗 其中不少都已经准了 我们今天把它整理出来三张图卡 全部命中 首先他预测英国尽量面临经济衰退 英国的GDP三个月来急剧下降 这个是铁针针的事实 再来我们正在面临的异常天气 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种种的困扰 亚洲历经最严重的此刻 也都在他的2024预言当中说得准准准 而最后居然人类已经共同研发出肺癌疫苗 也在盲眼龙婆的这个预言里面 创下告诉我们 这都是龙婆留下的2024 可以不要这么准吗 你准不准 因为他当然有些人觉得是比较悬眉 但是你有感觉说 好像有些征兆就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里面有一件事情呢 大自然和天都告诉你说 确实整个地球越来越变动了嘛 越来越变动的时候 其实你总要有个敬畏之心 可是人类很奇怪 就觉得我才要dominant 你都以为人地生天 我才可以主导嘛 对 那这个主导是什么 中东果然战事又起 而这战事又起呢 是纳坦雅胡 要跟全世界证明说 我才是大哥 由我来主导 所以呢 本来大家想说 在埃及还有卡达的斡旋之下 哈马斯他们也打算分阶段的停战了嘛 开始慢慢释放以色列人籍 可是呢 纳塔雅胡不接受啊 因为就是什么 埃及和卡达的面子 不是我纳塔雅胡的攻击啊 所以呢 又发出公告 不认为 不认同 这样一个停战协议 然后呢 告诉拉法东部的居民 立刻撤离 撒红丹 就要进攻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刚刚这个是坦克的第一视角 当以色列以军把坦克开进了加萨 这是何等的大事 你开始要吹哭拉朽的地面攻击了 所以这战火又要起来了 而又要起来之后呢 哇 对拜登来讲 他很头痛嘛 不停以色列 还不住以色列吗 他不停以色列 华尔街里面他就没有钞票 停了以色列 他就没有穆斯林的选票 所以再打电话给纳塔雅胡 会谈30分钟 你不要入期 你要停止 可是纳塔雅胡呢 他要的是主导 这是人类最可怕的 主导什么 他说他还要谈判 但是谈判是听我的 可是人类你真的都主导吗 大自然给你很多征兆 告诉你说超乎你的想象 伊朗 我们当然知道 伊朗旁边有 南部下面有赫姆斯海峡 可是它西南边 是深入沙漠 深入沙漠以后 结果天降活鱼 让整个伊朗人都傻眼了 你看到这个画面没有 鱼从天而降 什么可能的事 活鱼就对啊 怎么会天降活鱼 然后这活鱼呢 后面有人看起来 仔细看 哇 大概跟手 长到手臂这么大 这个鱼好像还不是 一般的河鱼 还是海鱼 持续在钓 怎么来的到底 怎么来的呢 哇 这是天有意向吗 那当然了 是什么 海洋太热了 科学家会解释 海洋太热就形成了龙卷风 水龙卷一上来之后 顺着一打上来 对不对 因为龙卷风一卷的时候 那些鱼刚好 可能是一个 一个鱼群 就被带上来了 然后就到了这边掉下来 可是郡相 那边离海边也很远 所以这些鱼到底在空中 飞了多远的距离 这个龙卷风会卷到这么多 这不是代表 整个气候都已经变了吗 那变了以后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现在广东香港 因为整个封面下去 对不对 海面的南海那边的海洋太热了 香港 哇 那可以 你知道是打破了 所有人的三观 为什么 那在香港的豪宅区 最喜欢讲的是什么 我的窗户看出去 是超级海景 维多利亚港 超级海景 不是要告诉你说 超级海景不重要 我家就是海 你看到没有 西贡区的这些豪宅 一下子 水就直接淹进去了 我家跟海 是海天一色 那可是多么痛苦 升到的是 到了湖南的位置 水就直接淹进来了 香港过去这两年 2023年 你看过那个画面 到现在我都觉得惊悚 你有没有看那个大马路 记不记得 一觉醒来 马路淹成了河 是湍急的江河的那种水量 去年如此 才五月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超级海景 已经不是窗户看到了 是脚踩下去 就是超级海景 你觉得这样能够热 可是这么热 对不对 南部 问题在于说 在长白山吉利那边 煮风降雪了 降雪之后 你看到没有 不是都立下了吗 立下了 五月雪 我们以前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六月雪 天下其冤 窦儿冤 对不对 五月 立下了 还在雪 怎么会这么奇怪的声音 然后另外呢 越南那边呢 都没有降雨 又热浪袭来 可是军下有看没有 那个整个船派旁边 都是密密麻麻的鱼 没人敢捕 因为通通都死亡了 这就变成鱼的大体 超过四十度的烧烤模式 全面启动 连海水都沸腾了 你看 这些鱼全部都浮起来了 水库里的水 可能在这边出了什么状况吗 第一个 当你温度 叫做水温 已经达到了四十度五十度的时候 对不对 水温当时就三十几度 氧气呢 很多被溶解掉 溶解都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水里面的含氧量少了 雨很难生存了 最麻烦的是什么 温度越高 下面那些淤泥里面的有毒物质 又浓到湖水里面去了 那些雨就活不下去了 可是呢 还有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加州那边 很多人说奇怪 哪个人这么没有功德 到处乱丢蓝色的这个塑胶 塑胶带 塑胶带 加州太没有功德了 很多那个科技新贵 假日都要去浸滩的 你怎么这么没有功德心 对 后面发现 不是 船帆水母 加个整个 因为阳流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过去的时候 在大海里面塘阳 在靠近这边边 然后被吹上来了 冲上来之后 就在那边死掉了 这是生态的浩劫 生态的悲歌 而且这里面是 很多人心里想到的是 十年前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 那时候不是好多 核电厂的出海口 都被水母攻击吗 大量的水母 现在都往这边靠过来 以后你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前兆 一个可怕的事情 可是更前挂 更让你觉得意外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日本人 他早上起床 我要出门 哎呦 怎么被绊住了 你看冲下看没有 正中间一柱晴天 一根竹笋 就这样子长出来了 这个是竹笋 竹笋 从榻榻米一路长到天花板 摻破了它下面的地板 榻榻米一路长出来 然后冲下 这可怕在哪里 我们知道竹笋长很快 所以我们踩竹笋的时候 都要天还没亮的时候 在太阳出来之间赶快踩掉 不然后面就长很快 通常我们梦中 什么这些梦笋笋 这个台湾的马笋笋 一天二十几公分 然后最高纪录是 日本在1963年查过的 是长到121公分 一天 一天121公分 也是吓死人的快 可是你看那一根比我还高 那个榻榻米比你还高 两公尺以上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这是怎么长的 那是什么状况 而且它还在屋内 然后屋内里面也不是阳光 也不是什么 水分它怎么可以长这么高 这种变异都很多了 所以屋里会出怪事 而出怪事的是 美国一个农庄 竟然小孩子就说 爸爸 家里有怪物 然后爸爸说 我刚刚带你去看卡通 乱讲话 小孩子都乱讲 可是呢 真的小孩子就说 有怪声音 有怪物 后面一看 蜜蜂 那蜜蜂呢 想说有一点 就把它赶出去就好 拿着热显相仪一看之后 傻眼了 怎么看到什么了 背面整个墙 全部红通通的 哇 住了多少 五万到六万只的蜜蜂 有一个蜂巢 把蜂巢拿出来之后 那个小孩子才几公斤 那个蜂巢 45公斤 哇 这样一个大蜂巢 什么时候进去了 不知道 还好没有攻击到的人 对 幸好那是蜜蜂 其实美国现在最担心的 或美洲最害怕的灾难 叫做杀人蜂 杀人蜂会怎么样 杀人蜂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体型大的一个蜜蜂 而且它不是只采蜜而已 它喜欢吃肉 它喜欢去吃其他的小蜜蜂 甚至小型的哺乳动物 然后这个杀人蜂呢 就是人类 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 所创造出来的 什么意思 两个说法 因为过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蜜蜂是兽粉 可以帮助植物长起来 有一个说法是巴西 一个说法是当年的美国 60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们这个美洲的蜜蜂 柔弱无力 飞不远 兽粉不多 非洲不一样 非洲这么贫瘠 那个蜜蜂强啊 经过大自然的演化活下来的 他们都特别会马拉松 任性好啊 飞得远 飞得远啊 强悍啊 就搞了26只非洲的蜜蜂 进到实验室 跟他们原来那边的本土的蜜蜂 改种 改种 但是没有管好 门窗没有管好 整个风筛没管好 26只带着他们的子孙跑出来了 才26只怎么了吗 繁殖力多强啊 里面有丰厚 有丰厚啊 然后带着出去之后 结果呢 强势啊 因为我的活力好啊 对 我的能量好啊 一路杀下去 就很快速的成长 成长之后就把其他的本土蜜蜂 原地的原生蜜蜂 当成食物 然后有一千多人呢 就被他折了以后呢 那个毒啊 是很痛的 而且他一折下去之后 你还来不及 甚至还会咬你 然后呢 死掉了 至少死亡一千多人了 所以26只因为 实验室没有顾好 让他飞出去 最后遮死了上千人 遮死上千人就算了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个电影 叫杀人风吗 是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来的 他们在整个美洲没有天敌 不过还有人类 更麻烦是 他们现在有新天敌了 2018年 更恐怖的蜜蜂进去了 亚洲大黄蜂 亚洲大黄蜂 他们才发现说 现在杀人风 又碰到人类在去的新天敌 最大 可以长五公分大 你会觉得这样一个蜜蜂 小孩子说有怪物 那是真的怪物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篇 花 真 像